现在是早晨7点多钟的礼堂鞋 远处的天边微微泛起了红光 这边的加油站还没有开门 我在这里等一会 早餐店都还没有开门 今天我的早餐是煮四个鸡蛋 加一瓶油 加油站加个油 欢迎订阅光临 礼堂现成出来 到了西城门 世界高层礼堂 海拔四川门左右 海拔四川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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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城门 经常会有车在这里打卡 这算是礼堂的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 这一家人在这里烧水吃早饭 挺惬意的 巴塘的时候 我不去巴塘 我去那个下一个就下面一个河泥乡 格涅乡 河泥乡 河泥乡 对 差不多30分钟左右吧 这边有车过去吗 这边还有还有那个车过去啊 应该有顺风车吧 哦有顺风车 你在这边搭车是吧 那我问一下 从这边到格涅再去巴塘 那条路能走吗 我没走过那个 没走过 没走过 我可能会过去 哦 没走过 行 从礼堂出来大概几公里左右 来到一个路口 往左转就是去格涅城山的方向 这里有个牌子 格涅城山欢迎你 从这里一路上去 先是到铁匠山崖口 然后往格涅之眼 每个去格涅城山的都要登记一下 对 这边是格涅城山的老家 哦 格涅城山的老家 对 在格涅城山上去 格涅城山 格涅城山上去看到 格涅城山有古灵多一点 到了格涅城山 格涅城山 这个格涅城山就是去巴塘的路 就去巴塘 从这边一天能到巴塘吗 到到到 这边是巴塘是二百五十公里 二百多公里 对 二百五十公里 路好保重 路好是可以 现在可以 基本上可以了 哦 这是路上可以是有一点可以是冰可以 有冰是吧 行行行 要安全地 好好好 安全开慢点 行行行 谢谢啊 谢谢啊 现在往格涅镇方向走 由于现在是冬季 现在进入格涅城山的话 都要进行一下登记 身份证啊 车牌啊 都要拍一下 然后电话号码也要留一下 一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另外一个是 现在东西山区防火管得比较严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 听说现在的路已经输得非常好了 不再是以前的悦尔鲁 往前面就是格涅城山 而那一边就是礼塘县城 城务笼罩下的礼塘县城 显得非常漂亮 犹如仙境一般 现在这里已经修了一个景区游客中心 未来可能要做景区车才能进入 一路往牙口方向 会遇到很多的这样的孩子 现在已经冻结成冰了 在通往铁匠山 雅口的路上 全都是这种大块的石头 据说这些石块是由远古冰川搬运 一流下来的 非常的壮观 在这个海证的那边 还建了一个游客中心 里面有停车场什么的 但是现在好像已经关门了 没有人 看一下这个指示牌 这边是往那海 前面一公里左右 应该是个孩子 然后往右是铁匠山 二十三公里 我从礼塘县出来的 已经走了五十六公里了 伊卡拉巡峰观景台 格列旅游集散中心 要不我先去那海看一下吧 前方一公里也不是很远 前面这个海子就叫纳海了 现在已经结了冰了 可能夏天来的话 会非常好看 高原的湖泊 颜色都非常的美 铁匠山山崖口 风特别的大 刚看到格列旧风 前面就是格列旧风 张希特勒 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壮观 现在我的心情有点激动 格列旧风是 藏传呼叫十三座女神之一 也是四川的第三高峰 六千多海拔 现在在一个观景平台上面 看一下 往格列旋山的路上 会遇到很多的冰湖 这也叫海子 风还是比较大的 只要没有风 其实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 主要是风太大了 风大的话就待不住 还是回到车里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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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圆 Étatsalo